上個星期我們出了一個新聞 是關於川普針對墮胎的議題的說法 他說墮胎並不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啊 我們要在某層面上允許墮胎啊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他說了什麼 還有身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應該怎麼樣看這件事情的話 歡迎自己去找上個禮拜的影片 總之很多人真的是徹徹底底的穿本 說他說的沒問題啊 我們在很多議題上面 本來就是應該妥協的啊 為了中間選民嘛對不對 你們AI News變了 自從林偉雄上了你們的節目之後 你們就變反川了 我在這裡慎重聲明 OK 林偉雄醫生對AI News沒有任何的改變 他們也不可能改變我們 就跟你們這些無條件挺川的人 川普說什麼都是對的人 沒辦法威脅跟改變我們一樣 很多的人支撐是保守派 很多的人支撐是共和黨 也有很多人支撐是基督徒 我也是這個樣子的 但我的順序是 我是基督徒 我跟隨聖經 其他的東西 我不在乎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那最近有一個影片 在網路上串流 是來自 Veteran Hospital 退伍軍人專屬的醫院 內容是在講說 懷孕並不是 女人特有的限制 有一個人生命的 有一個人生命的 成員 也有很多人在认识的优优独播剧场上, 她和她的朋友, 我感谢她和她和她的朋友, 很高兴,有些人有感到优优独播剧场, 或是有优优独播剧场, 或是有优独播剧场上, 或者是有自己的经历, 和在这一场经历的经历, 在这国家的经历的经历, 有些人有深历的影响, 在这些人听, 在這個PET上面最誇張的一個地方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 或許你看我們的節目的方式都是用聽的 最誇張的就在上面 OK 上面寫著 Not everyone who gets pregnant is a woman 不是每個懷孕的人都是女人 Don't use this kind of language Baby or unborn child 不要使用嬰兒或者是未出生的孩子 這個樣子的字眼 你要使用embryo或者是fetus 胚胎或者是受精卵 不要說化學墮胎 要說吃藥終止運期 不要說womb 孩子的溫床 要用uterus 子宮 不要說mom mother母親 要說退伍軍人或是人類 簡單說就是換個字 就越能讓人合理化殺死自己孩子的方式越好 各位知道墮胎中心還有像planned parenthood這樣子的機構 他們是不包括超音波的 因為99%的母親看到超音波 看到孩子在自己肚子裡的時候 看到心跳的時候就會選擇不去墮胎了 就會知道這不只是一個生命 而且是自己的孩子 他們這些人就是要我們看不清楚現實 而且在謊言中殺人 殺死自己的孩子 一個跟這個新聞有關係的新聞 OK 參議員 Tommy Tuberville 正在全力試圖阻止一些人在軍隊裡面被提名當軍官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我們的軍隊正在全力地推行墮胎 而且在跟政府要錢去墮胎 而且要讓軍人或是退伍軍人 如果他們的州禁止墮胎的話 他們可以使用軍方的軍費去允許墮胎的州來墮胎 而且還有軍官在推行的是 如果這個州是禁止墮胎的話 那我們軍營可是聯邦機構 OK 這塊地可是聯邦的地 我們可以開放讓人到軍營裡面墮胎 然後 Tommy Tuberville 的說法是 這個政策不會讓美軍變得更強大 保護美國人是軍人的責任 不是屠殺美國人 這個跟美軍存在的意義完全背道而馳 然後這些被提名的人都不可以上任 直到我們的軍隊禁止這樣邪惡的事情才可以 Tommy Tuberville 這個人是個英雄 我全力地支持他在做的事情 事就是不管你要不要承認 我們的五角大廈跟我們退伍軍人的意願 還有保險公司 他們思想是一致的 他們想要殺死嬰兒 他們想要屠殺小孩 分屍小孩 而且我們必須要阻止他們 我想要的是我們的美軍去殺死我們的敵人 美國的敵人 而不是在國內屠殺我們美國的小孩 所以任何支持屠殺美國小孩的政客或是軍官 都應該要下台 都應該要消失 任何想要在美國掌權的人 都必須要拯救美國人 拯救美國的小孩為目的 這個信念是非常重要的 這代表我們的國家的文化是否分得清楚善惡 能不能用聖經的價值觀來去看我們現在發生的事情 還有我們的國家是為了什麼而奮鬥 為了什麼而戰 所以我在這邊百分之百的支持 Tommy Tuberville 這個正義的人 正義的人都應該支持他現在在做的事情 我們要翻轉的是文化 政治每隔幾年就會變一次 保持我們的文化正直才可以永續 守護美國人 守護孩子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有的信念 不能因為川普說應該在15週內殺小孩就可以殺小孩啊 你們跟隨的是川普還是耶穌 在下面留言說什麼 對我們很失望 我們背叛了川普沒有 我們一直以來對於墮胎的觀點一直都沒有變 如果今天川普說的那些話 然後而且他是真心的 真的認為說聯邦應該要立法在15週內可以殺小孩的話 那就是他背叛了我們 他背叛了保守派 他川普背叛了支持他的基督徒 川普說的沒毛病啊 川普說的很好啊 他是為了中間選民啊 只有川普才可以拯救美國 你們到底把川普當成什麼 這個頻道是個基督教的頻道 我們只跟隨耶穌基督跟聖經的價值觀 而且川普不是唯一這個樣子的候選人 他的觀點跟看法跟我們知道最大的RINO Nikki Haley一模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你們這些自稱是川普支持者 川普的捍衛者保守派基督徒 只要是川普就好的人這個同意的觀點 只是從另外一個人的口中說出來 我們還沒遭過60國民主黨在100年 我們可能有45國民主黨 所以沒有國民主黨可以拯救疫苗 任何一個國民主黨可以拯救這些公司的法律 所以為什麼我們就ない 一張商量that 我們不想看到我們算是解釋的 我們不能夠了嗎 我們不能也可以 我們不要批救疫情 再呢 更好的 能不能公 view 我們本身的政عم 的臨 приним方 avez 對付出出出被 不能讓你退治 請 我們該 urg años 呢 沒有ces 法 上面妮奇黑莉讲的内容 有些是正确的 有些是极度错误的 有些我认同 有些我是极度不同意 里面最糟糕的一句话就是 We need to stop demonizing this issue 我们必须停止妖魔化这个议题 这个是很多自称是保守派的人认同的东西 很多的川普支持者认同的东西 很多搞不清楚现实 认为说只要赢得选举 什么都可以做 没有道德底线 没有任何人品的标准 只要川普说出来的东西 就是真理的人认为的东西 在我们的telegram上面 还有人说 这是基督徒的神棍 反对堕胎的人都是基督徒的神棍 他说美国是纯粹建立在 个人主义 传统自由主义 跟契约神圣性的 这三个上面才能拯救美国 守护家庭是神棍 保护小孩是神棍 分得清楚男女是神棍 我们要的是绝对的个人自由 我先不用讲这样的想法 你这样子的想法 跟左派到底有什么差别 或许你根本就是藏在 保守派团体里面的大左派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支持什么 现在有人在屠杀小孩 然后你在这边说这是一个政治的议题 然后我们这些神棍 基督教的神棍 应该要放弃我们的信仰 让你们或是他们屠杀小孩 他们屠杀的小孩 已经有六千多万的小孩被屠杀了 每年将近快要一百万的婴儿被杀死 美国杀死的小孩 比纳粹屠杀的犹太人还要多 然后你的想法跟Nikki Haley一样 只因为川普也这样子说吗 如果我们不妖魔化杀婴儿 这个样子的行为的话 那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选择接受这个样子的行为 这个样子无耻 可怕 屠杀 留无辜人的血的行为 在我们当中 杀婴儿来让自己的生活得到自由 杀婴儿为了自己的事业 杀婴儿为了可以继续 跟不同的人谈恋爱 发生性行为 如果这个不是献祭孩童的话 我不知道什么才是献祭孩童 我不知道立位记上面 18章21节上面说的 你不可使你的儿女 金火归于魔落 是什么 每个星期三 一台卡车开到 Planned Parenthood 堕胎中心 我们把婴儿的尸体 丢在塑胶袋里面 然后拿去发电厂里面 烧了发电 没有办法比这个议题 更妖魔了吧 然后既然有人说 不接受这个样子行为的人 是基督教的神棍 那我们回到 Nikki Haley说的内容 跟川普说的内容 我虽然认为他们的方向 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很不幸 就是他们的策略是正确的 因为他一开始就说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事实 我们从来就没有一个 超过45个支持生命的参议员 或许他们在竞选的时候 支持生命 反对堕胎 但是实际上他们在投票的时候 所以现在禁止堕胎就是不可能的 你如果想要一个联邦的法律 禁止堕胎的话 停止杀婴儿的行为 成为法律的话 是不可能的 这只是你讲的爽而已 只是基督徒讲的爽的东西 不可能实现的 然后它是对的 不幸的就是 这个策略反而是正确的 这个是很多保守派跟基督徒 包括我都不愿意听到的东西 但是这个就是残酷的事实 事实就是 使用联邦立法就是不可能 或许可以有某层面 对于堕胎的一个限制 但是这也必须要从最高法院来的 不可能从国会来 唯一可能保护婴儿生命的 就是在宪法第14项修正案上面 因为就连最新的Rowe v. Wade的 判决结果出来的说法 也是这样的说 堕胎这个议题 不但没有在宪法里面出现 甚至不应该把 能不能堕胎的权利交给州政府 因为宪法第14项修正案上面说的是 任何州不得制定或执行 任何剥夺公民特权 或者是豁免权的法律 任何州未经适当法律程序 均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 自由或财产 亦不得对任何在其管辖的人 拒绝给予平等的法律保护 所以在这边讲就是 州不能立法夺取任何人的生命 那这问题就是这条人权法案 在最前面说的是 凡在合众国出生 或规划合众国并受其管辖者 所以还在肚子里的婴儿算不算是出生的 那如果还没有出生的话 加州的9个月堕胎都可以 10个月只要还在肚子里 就可以杀死婴儿的说法都可以是成立的 现在对于堕胎的议题 的确就跟很多我们观众说的一样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 我就来举个例子 在美国建国初期 在撰写美国宪法的时候 有一半的美国 有一半以上的州打算废除奴役制度 另一半打算维持奴役制度 为的就是投票权 以及每个州可以派多少的人进入国会 希望废除奴役制度的州 认为说人皆生而平等 所以说应该要废除奴隶 但是同时他没有觉得说 有奴隶的州 如果说他们所有的州 都可以在国会里面发表意见的话 可以代表人民的话 那么奴役州的权力 就会远远大于那些没有奴隶的州 另一方面支持奴隶的州呢 他们认为说 有些人生出来就是主人 白人 有些人生出来就是奴隶 黑人 奴隶本来就不应该有投票权 因为他们不是人 不是公民 而是主人的所有物 但是他们虽然不想要把权力给这些人 同时他们却想要扩大 他自己在国会里的声音 认为说这些人虽然不能投票 但是如果也把他们算成人的话 我们在国会的声音就可以变大很多 我们需要政策 我们想要政策 就可以使用联邦的政府的力量来推行 最后两边进行了一个妥协 这个历史事件叫做五分之三妥协 把奴役制度清清楚楚的写在了美国的宪法里面 这个造成的结果就是美国会为了奴役制度这个议题 打一场南北内战 死了62万的美国人 然后也因为美国的宪法里面 有清清楚楚的写到奴役制度 虽然当时每个国家都有奴隶制度 但是他们没有写在法律里面 所以一直到现在 黑人还是以受害者自称 还是认为自己被种族歧视 就算美国现在已经没有奴役制度 也没有在歧视黑人 他们还是永远抓着 我是黑奴这个想法不放 我们现在的确可以跟建国国父一样妥协 然后呢 说我们自己温馴的像鸽子 灵巧像蛇 我们好棒棒哦 为了有一个共和党的总统 我们才可以 我们才跟建国国父当初一样妥协了 反转美国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如果那些反对奴役制度的人 没有坚持的话 美国到现在都还会是一个 有奴隶的国家 而且现在的妥协 会在未来有一个非常大的爆发跟纷争 甚至可能会有内战 因为我们把不公义写在了法律里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 我们这些真正的保守派 要全力的守护神的形象 保护还没有出生的孩子 因为我们要的不是一个妥协 而是愿神的国降临 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因为没有任何事情 是比守护婴儿的生命更有道德的 守护婴儿的生命 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 那些被杀死的婴儿存在与否 对我们的人生 对我们的财富 事业不会有任何的帮助 我们只是纯粹的希望 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很多人认为说我们很虚假 我们是神棍 因为我们自己都不相信 胎儿是人 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我们做的远远不够 如果我们真的认为说 胎儿是人的话 我们知道每个星期二 跟每个星期五 在Plan Parenthood 都在杀人的话 那我们应该是更愤怒的 我们应该会冲进去 把那些怀孕的母亲 拉出来拯救那些婴儿 而且把那些杀人的医生 神之以法才对 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么做 我们最多只是在外面和平的祷告 在这些堕胎诊所前面和平的祷告而已 有一天 我们会接受神的审判 神要怎么样审判我们的软弱 是我们必须负责的 但是 我要说的就是 我们永远都不能 而且不会放弃拯救胎儿 还有确保美国有一天成为一个 禁止屠杀婴儿的国家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